请看第四题 第四题各国教材中对于T形的定义有以下两种 这个假的方式是这样 只有一组对边平行的四边形称为T形 请注意它叫做只有一组对边平行 只有一组 也就是说它只有一组对边平行 另外一组对边是不平行的 请注意假的定义是说只有一组 所以它的另一组 另一组对边不平行 那以的定义是这样 以的定义是说有一组对边平行的四边形就称为T形 它只要有一组就可以了 只要有一组对边平行就叫做T形 所以另外一组可以是平行也可以不平行 从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这个以的定义它比较宽 好像以的定义里面有包含假的定义 假的定义是比较严格 因为它有一组对边 只有一组对边平行 另外一组要不平行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第一小题 第一小题是说根据假的定义 平行四边形是不是T形的一种呢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回想一下什么叫平行四边形呢 我们对于平行四边形的定义是这样子 两组对边分别平行 两组对边都要平行才可以 两组对边分别平行 这才叫做平行四边形 那也就是说呢平行四边形呢就是 如果说有一组对边平行 另外一组一定要平行 那假的定义是说 只有一组对边平行 另外一组必须要不平行 另外一组对边是要不平行才可以 所以根据假的定义 平行四边形不是T形的一种 其实也就是说呢 这个假的定义里面 T形跟平行四边形 它们是分开 它们是绝对这个井水不犯河水的两种形状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呢是这样 它讲说呢 这个根据乙的定义 我们可以考虑T形的两组对边是否平行 跟是否相等的关系 并将它分类 如下表 它说呢就是有一组对边 这个平行且等长 另外一组对边平行且等长 那这样呢分成ABCDEFGH有八类 这样 那它说呢 请你分别写出A类跟G类可能的四边形 好它要你的各举出一例 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A类呢 A类叫做一组对边平行且等长 另一组呢也平行而且也等长 很多同学呢马上联想到这个A类呢 它其实呢就是我们很常见的 这个是什么形呢 这是长方形 长方形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形状 一组对边平行而且等长 另外一组对边也平行而且等长 A类我们举一个例子 就是长方形 那当然你说呢 那正方形是不是 菱形是不是呢 正方形菱形也都是 你可以说正方形也是算A类 菱形也是算A类 这个蛮多的 但是它只要举出一例就好了 接下来呢我们再看这个G类 G类在这个地方 G类是什么呢 一组对边平行而且不等长 它有一组对边是平行 而且不能够一样长的 那另外一组呢是不平行而且等长的 这个有些同学呢就想破头 平行的不能一样长 不平行的呢要一样长 那这到底是什么形状呢 其实呢你也是学过的 这个G类呢平行的这一组呢不能一样长 平行这一组不能一样长 一长一短这是平行的 这两条平行 那另外一组呢不平行 但是它要一样长 但是它要一样长 这什么形呢 这个很容易 这叫做等腰梯形 所以呢G类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叫做等腰梯形 就符合这个G类的一个定义 一组对边平行 平行的那一组对边呢不等长 不平行的那一组对边呢一样长 所以呢这个G类呢举个例子 就是等腰梯形 好那这个题目呢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梯形